现在我们已经可以 接到Facebook 跟Facebook的观众打个招呼 也多谢我们今天出席 人间全外最后的一个广告 我们的系列最后的一个广告 现在11点正 我开始正式我们这个广告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Marine 是仪康基金会的一份子 而今天我们讲座的主要内容 都会是环绕着沟通这个话题 而我们讲的沟通这个话题 也都会是专注在三个不同的范畴里面 去作出讨论的 第一个就是在你立遇足的时候 如何跟家人沟通 或者你在预置墓地 或者殷儀这些身后事的时候 也都是应该怎么样去 跟周围的人去了解或者沟通 第三个范畴也都会请到我们的同事 跟大家讲一下 在仪康的护理服务 和其佬的社区支援服务方面 在选择服务的时候 沟通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进行 和长者或者和家人去沟通的 而我们可以今天有这么多的丰富的内容 要多谢我们以下为大家一一介绍的嘉宾 所以现在我就想跟大家逐一介绍 我们今天出席的嘉宾 第一位就是萧显阳先生 Steven Steven是我们仪康基金会的总裁 在Steven过去的七八年里面 仪康基金会的筹务经费运作 以及扩展服务 Steven真的立了不少的海马功劳 而第二位的嘉宾就是KB KB是吴建斌律师 KB是McCalf Blaney & Burns的合伙人 从业已经有三十几年 非常有丰富的经验 在上个星期 KB已经和我们分享了很多意见 以及为我们解答了很多关于 立维族有关法律的疑问 今天她也会用她的专业知识 和我们分享有关的建议和经验 接着来第三位嘉宾就是徐婉清女士Nodi Nodi是万泊务员集团的御治顾问 她专责为大家提供御治务员 和殯儀服务的建议 我认识Nodi是一个十分有耐心 和很热情去帮人的一位专业顾问 她也经常可以为客户提供最合适的服务 而第四位嘉宾就是Akim 董建青先生 Akim也是万泊务员旗下的爱因务员 殯儀馆和火化墙的殯儀师 从业已经有十几年 亦都是经验丰富为社区人士服务了很久 在很多客户最需要协助帮助和度过最艰难的时候 Akim 也帮到大家的 而最后一位嘉宾就是我们俞康的同事 Nikki 林世强先生 Nikki 是我们俞康其劳家庭中心的注册社工 拥有十五年丰富的经验 和长者和护老者 Caregiver 提供了很多专业的支援 和护理服务 很感谢今天这么多位出席的嘉宾 为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 而我再提提大家 有两件事提提大家 在大家的屏幕下面 会看到一个Q&A的按钮 大家可以用这个功能 将你想问的问题打进来给我们 我们的嘉宾将会可以即时和大家解答 另外也要多谢一下Akim 和Nodi 因为今天出席的嘉宾 除了可以得到我们俞康的礼物包之外 万泊无缘 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丰富的礼物 其中一个要跟大家讲一讲 在众多礼物之中 是一本很精美的策子 这本小策子是给大家 去将自己个人的资料 人行资料 其他重要资料写下 而是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当紧急的时候 你需要应用这些资料的时候 你或者你家人都会立刻拿到的 当大家完成了这个讲座之后 我就会个别再发电邮给大家 通知如何去领取我们这些丰富的礼物 好 现在首先我想请Steven 代表乙康基金会 和我们大家 讲一讲 打个招呼和讲几句话 有请Steven 大家好 首先是多谢大家 今天来参加这个讲座 其实我们这个讲座 挺受人欢迎的 那么就在 连着今天来讲 我们有两百多三百个人 就出席参加这个讲座 也都希望大家在过去的两个讲座之中 了解了很多关于自己资产 或者遗产处理的问题 但是其实三个讲座来讲 我觉得今天这个讲座是最入肉的 虽然是有些问题 大家有时都是 尤其是中国人的传统 大家也有些少计位 这些事情不要说了 但是其实这些是最切身的问题 其实今天的讲座有两个很大的题目 第一就是当然是子女的关系 还有身后事的怎样处理 最好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人有一句话 我们希望做人 就是留得身前身后命 所谓这个名字 我们不是真的说要很出名 好像黄玉佳医生 或者好像在座KB 那些 个个那么出名 我们这个名字 我们的解释 就是差不多是一个贡献 大家来说 你把你的子女养大成人 已经是社会的一个贡献 但是身后又怎样呢 我们怎样能够做到 为爱人间呢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个 三期这个讲座的一个主要的要讲的题目 就是怎样做好我们的资产的处理 可以为及我们下一代 或者为及这个社区 在自己身后之后 对这个社会还有一些贡献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面 我们希望做到的 而是亦都是做人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 就是能够将我们子女养大成人 而是对我们后代有所贡献 但是这个有所贡献呢 我们不是说一时即兴来做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你们听 有一天 有一个老人家 他有一些少许怒气冲冲的走来找我 他说 Steven 我想捐住我家屋给仪康 因为我的子女 我媳妇对我不孝顺 我不想把我的房子留下给他们 但是我很心平气和地跟老人家说 我说 这些决定 你不要因为自己一时 觉得心不安乐 或者对自己的子女有什么意见 来做出一个决定 其实你首先是做一步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 怎样和你的子女建立关系 怎样消除这两代的矛盾 请你自己的决定 也都得到你子女的支持 大家互相明白 也都是使你的子女明白到你 为什么是在资产的分配方面 或者遗产的分配方面 可以希望有一部分 可以为及这个社会 让大家有一个相会的了解 但是两代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劝告这个老人家 你回去 如果你有律师的话 你和律师谈一谈 在这个问题方面 你处理 怎样处理 然后再回来 再跟我说 我也都希望是怎样可以帮得到你 说到怎样帮到大家呢 其实我有一个重要信息 我们参加这三次出席的嘉宾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你们跟着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打给我们的同事 好像刚才介绍的 开始的时候说的 Marina 或者甚至你可以找我 都不要紧要的 甚至在这个 Seminar之后 这几个礼拜 我们也都会有同事 跟大家follow up 跟大家跟进一下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们还可以 找我们参与过这些我们的嘉宾讲者 再跟大家深入再解释一下 希望可以用这个方法 可以帮到大家 可以做到一个大家互助互惠 也都是在你们将来那个 在为外人间的部署之中 你们能够上及到二行 帮到二行 帮到我们现在面对很多困难的老人家 多谢大家 多谢Steven 多谢Steven 分享了他的经验和意见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 我们的第一部分的讲座 首先我就会请KB 出来和大家见面 KB已经on the screen了 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 都已经跟KB 也有介绍过KB 会跟我们讲的什么话题 其实我们就会在立维族方面 你怎样跟家人沟通 KB第一条问题我想问你 其实立维族最主要的目的 是去分配我自己的资产 那我要分配我的钱 我的财产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要和家人沟通呢 究竟有多重要呢 在这方面 这个就是好的问题 这个就不是那么法律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然后但是引致到法律的问题 为什么呢 就好像刚才Steven 说过例子一样 我想大家 我们以下所说 都不是法律的问题 而是多些是 就是说故事 我想很多年前 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有位朋友 那就是一个妈妈来的 那就是老人家 那就是很有心 就想捐一些钱 去一些慈善的机构 那那个就是一个 或者我不会说的名字 不过就记得的 就是一间那些教会 有宗教派系的报纸来的 那就是这些 那这个老人家就很好的人 那就是他找到他那个教会的牧师 还和他聊过 那接着牧师就介绍了 找个律师做了一张遺图 那他的遺图就所有 他好像只有一间屋而已 那他卖了一间屋之后 就把那些钱送给一间慈善机构的报纸 那但是呢 原来不知道就是 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呢 那就原来他有个女儿 和有个儿子 那那个女儿和有个儿子 就是答官司了 就追这个报纸 就是说 喂 我们是那些子女 不是因为我们只是子女 所以有权 而是呢 就是说 除了有那个的 一个问题 可能他们会追究的 就是说 那个老人家当时 神志清不清醒啊 或者有没有引起 那些我们叫做 Undue Influence 有一个不适当的影响 他这个 令到他的意图不同啊 或者 还有第二件事呢 就是他原来 他的儿子呢 好像后来听说的呢 就是说 原来他有一些 我们叫做 有ODSP 就是有些精神上的问题 就是不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那变了呢 就要引伸到 就要大家打官司 那打了一大轮 那这件事后来 是没有去到法庭的 据我所知 我刚才也查过例 那但是呢 就是搞到 大家都不开心了 那就也都 如果那个情形 就好像二康那样 那又刚才 就像Steven所说 又要拉到二康有问题 那所以呢 我们都要小心 还有最重要的呢 如果可以的话 真的跟下一代 沟通一下你的意愿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因为 有时候我们自己老人家 包括我自己在来 我也老了 就是可能有些意愿 但是呢 就是我给A军 不给B军 或者是我给 尤其是我给慈善机构 不给我自己的 即是亲属的话呢 或者他 都需要一些 详俊一点的想法 或者 可能我们可以听一下 那些 比如 Kim 或者Licky 他们说一下 他们接触到老人家 那时候 会不会有些特别的情况 我们要紧张一点的呢 因为 有时候老人家 是 我也明解了 像Steven刚才也这么说 就像那位老人家 他自己真是不开心 那他的意愿是怎样呢 那都要小心 我自己都亲身 我也有一个经验的 那就是 我一次就有个人来找我 他也是五十多年 所以已经退休了 刚刚退休了 一个不是中国人来的 那就是高大威猛 那我还记得他进来 他带着一只狗进来的 那这样说呢 就是说 他要推翻我爸爸的张维竹 因为他维竹就给了我妹妹 还有呢 就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 那 然后跟着呢 就是说 因为之前呢 就是他 不开心 就是以前呢 就是应该是两兄妹去分的 那大家突然就转了 给了我妹妹 那所以他很不开心 他想推翻 那我说回刚才那个问题 就要说 我们有没有证据 他有没有神智不清醒啊 有没有证据 他受威逼利诱啊 之外的东西 那再说的时候呢 发觉到呢 原来这位朋友呢 那我问他 你知不知道 他的遗产有多少钱啊 那他说 都只有十万二十万而已 那我就说 那如果就算分一半 都是十万万而已 那你现在的情况又怎么样啊 那他就说 原来他根本都不需要钱 他就有多少钱 又退休金又成了 他也都没有家人的 没有太太 没有子女 那我就说 那你拿到的钱怎么办啊 那他说 都没有给你一只狗而已 那但是呢 就是再问下去呢 那个问题 发生就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气的问题 是 他觉得最主要的呢 就是说 他因为 曾经呢 就反对过 爸爸的死者呢 就进入老人院 但是他妹妹就不理他 就说 要让他进入老人院 而在生之前呢 就是 妹妹还叫过爸爸 就说 你不要叫阿波来探你啦 那那个爸爸 不说那句都说了 爸爸给他听 所以他很生气 那还有呢 就是他更加生气的呢 就是说 他 连爸爸的桑礼 都没有份去参加 没有份去参与 而呢 他就是当日 然后才说 妹妹说给他听 那一就是他 那个爸爸的桑礼 所以他都没有去参与 那就是之后 我跟他说 我就说 我就说 第一 如果真的要打官司的话 就一去就没有回头了 因为打下去呢 就大家都是讲气 就不是讲钱 第二呢 就是我就说 如果你说 妹妹有些什么什么不好 或者他影响爸爸 妹妹就确实会说 你哥哥怎么怎么怎么不好 所以爸爸要叫你不要来 去探他咯 那我就说 这就是人性的关系 他们的斗争 那就是不是任何的官可以打得到 或者理解得到 那还有来讲的呢 就是一去没回头的了 就是一路打下去 那就大家都不开心 那还有最重要的那样东西呢 就是说 你他自己要想的 或许他可以去爸爸的坟前 就是跟他说声 拜拜 说得好些 那之后 我叫他林青初再回来 他又没有回来 就是希望他不会再有牵涉这件事了 不过这个我想知道 不过大悉给大家听 就是说 无论我们是做子女那些 或者要真是老人家的资产的问题 或者我们老人家送新贵的东西 都或许他 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省了一只眼 好地好地 就是没人会搞 但是可能呢 就流了一条血路出来 不是真的血的 不过呢 就是隐晦地 真的会令到下一代 自己有个斗争就不太好 那所以就我说的故事呢 就是想说给大家听 说他这些沟通是可以帮助到 就是趁我们还在生的时候 把这些恶气和劣气和解了他 我想更好给他们一千几百万 这个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意见 明白 那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其实在处理围族的时候 都是一个情感的问题 心理那部戏 就是说以你的经验来看呢 我们在处理围族安排围族 其实是生前和家人尽量沟通清楚 那就会是比较好一点的做法 是不是呢 我觉得是 因为就是 如果我刚才说 如果我们是可以避免到 我们不在这之后一场的纷争的话 我还觉得给他们留下的钱 还好一点 明白明白 那另外呢 其实我们昨天有个听众 都有个观众 传了个问题来问我们的 那是Aster Aster她想再问一问关于 在立围族的时候 根据安省的法例 我们是一个1.5%的 probate fee 或者叫做 estate administration fee 那她就问到几样东西 就是关于钱的问题 比如这个probate fees 那我们capital gain 又要交税 那这种种类类的费用 究竟是个收益人 或者遗产执行人 是什么时候呢 就需要去付费 那如果付费的时候 他们又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 去付费的时候 又可以怎样做呢 好啊 刚才说了两个税 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叫做 bobate fees 现在叫做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我认为它就是遗产税 那就是5万元留上 给了1.5% 那这个比的时间 原则上呢 就是当我们去申请 也拿着遗证也好 我们没有遗证的情况之下 申请那个遗产承办指 我们叫做certificate appointment of estate trustee 或者说without a will 这个时间申请那个时候 才要给的 那给呢 是给我们叫ministerial finance 给安省政府 就不是给联邦政府 不是给CRA 不是给那个税务局的 那就是如果我们当时 没有钱 我刚刚最近都试过 就是说真的没有钱的话 我们是可以当时 向法庭申请 说不要给字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的情况 那到我们是有一些资产回来 譬如我刚刚我做的一个案子 就是他得到遗产的一间屋 那我拿不到遗产的一间屋 我就卖不到一间屋 卖不到一间屋 卖不到一间屋 我就没有钱给 那所以呢就是申请 那法庭会给的 那当然要足够证据 那包括申请人的遗产 那个不够 那刚才你等第二个 所谓capital gain 那些这样的东西呢 那上个星期 Kennie 也提过一下 就是当我们死的那一年呢 我们就要给一个 最后一个叫做 final tax return 就是我们最后就是我死者 那个年初 譬如我今天5月27号 就是不在这里 那才算呢 那我就由1月1号 到5月27号 2021年 那个是那个tax return 就包括呢 我死的时候呢 我们有所谓叫做 deem disposition 就是当我卖了所有的东西 那无论我的投资物业啊 我的investment啊 那我就要给税 包括我那年的收入那样 那但是那个final tax return呢 就是直到下一年的4月 我才要交的 还有final的 那所以呢 就是有一个时间 那希望通常现在我们 视乎我们那个 法庭的 ephobic registry 就有多忙呢 譬如我们多伦多一个比较忙 譬如new market 就是在上面那个 就没那么忙呢 可能我们 现在我们的经验来说的呢 就是最多三四个月 都应该会拿到那张违产承办事了 那就可以给了 那如果我们真的到要交税的时候没有交 好像我KB不够钱交税也好 那他都不会立刻来捉我的 只不过要给息和被判断 那意思而已 OK 明白 那我们讲回呢 安排遗产 其实有些人 譬如有些case 你都和我们share过 就是说 有些人安排遗产 在他生前呢 就很喜欢将自己的房子啊 或者将一些投资户口啊 开一个joint account 那希望 我和我的女儿 开一个joint account之后 可以将一些钱 在我死了之后 他购给他 但其实中间 其实有很多问题会出现 在他死了之后 是吗 没错没错 那刚才呢 就是其中一个理由 我将他联名户口 尤其是一些生死契的户口 或者是就算屋都是 我都可以生死契 生死契的意思就是 A不在就给B B不在就给A 比如这些情况来说的呢 就是可以避免了 刚才我所说的 那个遗产税的1.5% 但是来说呢 当然呢 有引起其他的 比如说 刚才我们所说的cap new gain 如果是个老人家住开 但是女儿没有住开的 那会不会卖时有cap new gain 令到女儿也有cap new gain呢 那资产增值税呢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过 最重要是 刚才你所提到的问题上 就是 我们最近这几年 都有很多的案例 特别就是去到 我们那个叫 Sustain Court of Canada 就是加拿大的最高发现 都说的就是说 如果我是拥有一些钱 我们拥有这支笔 但是我将那支笔 就给了Marine的话 等在Marine那里 转换它的名也好 这个不等于 不等于 这个东西我送给Marine 而是我们有个 我们有个法律的词语 叫做 Presumption of resulting trust 就是当了 假设了 我们是Marine 有一个信托给KB的 那就是 变成了你就拿了给我 那同样呢 用同一个概念来说 如果我是一个 尤其是老人家 是爸爸妈妈 而同一个年轻人 已经过了18岁 他自己独立的子女 而他又没有 不是一个我们叫Dependent 不是要受我供养的人 因为他有身世不清醒 因为他有其他那些 Disability 那些不便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 那个法庭就说 当了那个子女 是hold in trust 就是拿着作为 那个老人家 那个的 信托人 除非 有证据 证明 老人家当时 那个 intent 那个意图是怎样的 那所以就是如果 又是刚才那样说的 就是说我们突然改了名字 那可能我老人家没事 可能我儿子 就是 阿甲军没事 但是阿月阿炳 不是那个人呢 就将来不在 所以又是会 又有牌照官司了 那就说阿月阿炳就说 喂不是 你不是的 你那个拥有人 你是只不过 阿妈 阿爸 那个信托人 他做的 那所以呢 就是 那个法律 法律也都要求 我们作为的事件 都要说 当我们做这些 这样的转体那时候 或者老人家 自己和个儿子 或者个女儿 去银行转名的时候 你都要想清楚 究竟我的意思是什么 还有最好就是 讲清楚 写清楚 记录清楚 我这个意图是什么 如果真的意图是说 我不在那时 我这一笔的钱 这一间屋 是给这个儿子 说明 都说清楚 给阿月阿炳听 如果不是 又是将来有的 又有其他的麻烦 也是不好的意思 这些都是关于 互相家人的沟通 的做法 那就是说 其实 当我们分配遗产的时候 只是立一张遗重 似乎是不足够的 我们还要很多法律的文件 去证明我们的意愿 究竟是怎样 最开心 没错 另外一件事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或者都问问KB的意见 最近我看了一件新闻 就是关于在 Nova Scotia 有位太太 她丈夫过了身之后 她很惊吓地发现 丈夫留下来的钱 在RRSP帳户里面的钱 是写了她妈妈做收益人 但是这个丈夫 在遗族上也写明 写清楚 我所有的资产将会由我太太继承 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这位太太就很旁旺 因为她还有一个十多岁未成年的女儿 我自己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不是我在遗族写了我的意愿之后 她就是最终的说法 所以我也想问一问你 第一就是说 因为它是Nova Scotia的问题 就和安省的法例可能有点不同 所以我不敢评论 那个case是怎样的 不过如果我们是在安省 发生同样的情况 我想就几样东西 第一 我想就是要看那个遗族 怎样写法 因为我们特意的就是RSP 和Infor 这两样东西 是特别是有法例处理的 就是说 如果我已经 我们叫Destinate 了个Benefaction 就是指明了那个首益人 是谁在那个 Insurance 在那个 那些叫做 Inso 或者是RSP 或者是RIF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讲到这个 这个是 不属于遗产 OK 不属于遗产 所以第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不用给刚才说的1.5% 那个遗产税 不过就是说 还有RSP 就是说 如果我不是给我配偶的话 我给其他人的话 就即时那些就当了 我当年那个局的收入 就刚才我说过 Final Tax Reef 那就要给了很多钱了 所以这两个是特别的举例 但是我们安省的法例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把维图都很清晰地 就是说我们撤销以前的遗损和其他那些RSP Insurement的Decination的话 安省是会给这个刑堂就是说 这个这样的revocation 这个这样的推翻是有效的 那还有第二样东西提一提的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安省法律来说 就算真的这么不幸 就是那些算真的去了 奶奶那里去做都好 那但是呢 就是安省我们的法律呢 就是说 正如一般我们的遗产有去了其他人 或者有其他的东西的话呢 我们不是一个的受益人 但是我们是一个dependent 一个是受供养 死者供养的人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向那个遗产申请 拿回这些的供养 那什么叫受供养人呢 那个法律规定呢 就是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父母亲 或者我们的兄弟姊妹 而是我们事实上有法律责任去供养的 这样就会 那当我说小孩子当时呢 当然我们在说 是有法律上责任供养的那些的小孩子 那我们现在加拿大的法律呢 就是说 25岁以下 而是继续是受着那个的 我们叫做full time education 那就是会 就是全职在读书的话呢 就让我们有法律责任供养 我其实刚刚刚刚才看到一个 一个案例就是说 这些供养这件事呢 就是 各个法庭都说 就算我是供养人呢 我跟那个人 跟子女是很恶劣的环境 他不问我 关于他想读什么书 读什么都好呢 我也有个法律制 要供养他的 所以你就是这样 我想我们的时间都够了 是的 首先 先多谢KB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意见 那我们稍后回来 有时间我们会再跟KB聊天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先请我们以下两位嘉宾 就是Akim和Nodi出来 我们先去 大家好 Akim 你好 KB你好 Nodi Nodi 我们在等你 Nodi 不能进来 好 你等等 等一下 好,我們見到你了,Hello 謝謝 Kim和Node,另外我自己也有一個問題 我們經常覺得身後市、殯儀和務員這些服務 其實都蠻敏感的 但是當我們談這些敏感話題的時候 你們在客戶和家人溝通方面 我想你要分享一下你們的意見是怎樣做到最好 其實我會覺得這一種的所謂遇事計劃 其實都是一家人的選 應該大家坐下來聊天 好像計劃一樣 有很多老人家或者那樣東西 他們甚至會遇上小孩的 我們都很建議大家開個會 大家一起去決定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對於家人來說 大家不會有什麼爭議 都知道安排是怎樣 明白 我知道你們今天都為我們準備了很多資料 跟大家分享 是關於你們的服務 好 不如我現在把時間交給你 你可以把時間交給你 你可以把時間交給你 把時間交給你 好 謝謝Marine 謝謝 好 那我就會分享 今天就會分享一個小碟的PowerPoint 是的 好我們見到了 是的 那一個簡單的短片 我希望大家能夠學到 在以下十多分鐘裏面 知道什麼叫做預知的計劃 那基本上我會介紹一下 我們是一個什麼公司 晚潘無緣集團 還有告訴你 加拿大 無緣 還有殯儀 到底是做什麼工作呢 那也會介紹一下 譬如人生 你整個旅程裏面 有多少份保險 你是要去注意的呢 還有教你怎樣去做預知 還有介紹給你聽 預知有什麼好處 也都可以和你分析一下 明火化和土壯有什麼不同 還有加拿大的務員 有什麼特性 和外面其他國家有什麼不同 最後會講一下 殯儀方便的服務 對大家是有些益處的 那就晚潘無緣 我們公司其實是一個 非謀利的機構 我們其實在1826年已經成立了 講起數字 手指差不多200年歷史了 那我們是服務給不同的宗教 不同族裔的校戶家人 都是用一種很真誠的態度 去告訴家人 做一個最好的決定 那就 看回地圖來講 那我們公司其實在大多地區 看到綠色一點點那些 全部都是我們的分部區 來的 那在北邊去到 Richmond Hill 西邊就差不多是Bampton 再去到東邊最遠 就去到差不多Oshawa 然後就去到東邊那邊 那現在旗下就有10個武員 再加上就是有6個殯儀中心 都是連著武員一起的 還有3間姊妹的獨立的武員 接著就有4個夥伴中心 接著就有4個夥伴中心 那就 那講一下加拿大 募員和殯儀 在加拿大安省這裏是怎樣分配的呢 我怎樣寫這個圖出來呢 即是說 你將來如果想買棺木 你就不會走到募員那裏 你走到募員那裏 募員那裏 你是訂不到有些東西 例如募員是買不到棺木 但你在殯儀那裏也都買不到地 因為加拿大為何分得這麼仔細呢 就是很有趣的 那你去到募員那裏 就買地 或者是做一些骨灰位 那樣東西 即是以後永久用的東西 但殯儀是負責 當死亡發生了之後 我們是怎樣去處理遺體 還有那個最後那個別禮的時候 是怎樣形式去安排 那好吧 看看人生的旅程裏面 我們有幾份保險需要注意的 首先 人一出生 可能有時候有些人 就需要買健康保險 或者人壽保險 我們去旅行的時候 亦都需要買個旅遊保險 你的房屋 你的車 我們都會考慮 而儲蓄方面 相信前小朋友小的時候 我們會幫他買一個教育基金 退休的時候 未退休之前 我們也會買一個叫做 退休基金 立遺囑的時候 這個是法律上立遺囑 但是 當 講到務員和殯儀的時候 我也都會說 它是一份保險來的 因為基本上就是 你買一份保險 儲住它 等到你將來 需要用那天 即百年歸老的人 拿出來用 所以會是一個存款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以下在下面兩個 slide裡面 你就會解釋得很清楚的了 好 看看市場動向 先 有一個箭咀不停地向上 就是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是鐵一般的事實 根據加拿大statistic 告訴我們 基本上男女 現在的壽命已經去到85歲了 女士還會長壽過男士 由於一個人口老化是這樣的關係 而務員或殯儀每年都會加價 就像一個貨幣一樣 那死亡用的費用 就越來越貴了 但是多倫多的務員 越來越少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務員 就不像蓋房子 蓋完又蓋 蓋完又蓋 即是不能拆了一層樓再蓋 變成所有東西都要政府批核 是有限的 還有當用了或者買了之後就沒有了 好了我們看一看 我拿一個905區 在我們公司旗下一個905區的一個夢園 那叫愛因夢園 如果家人是想想用商人地土壯的 我們看看每年的增幅 在過去的10年 是有7.6%的 都不少的 那我們再看一看 去到火化的時候 譬如有些人說 火化可能會經濟一些 或者怎麼樣 那原來火化都5.4% 過去的10年 每一年的加幅 那數據可以告訴我們 是什麼呢 數據就告訴我們 這個加幅呢 是比貸貸更多的 那你試想一下 如果我們自己不去 預先安排一些東西 等到八年歸佬那一天 全部擺放給你的伴侶 或者是你的後代 next of kin 去take care 那他們到時就會有一個很大的重擔 在金錢方面 另外 也都是當時 如果你沒有做預知 也都是會比較傷心的 那好啦 那我們看一下 教一下你怎樣去做預知 通常我們會分開兩個半場去講的 那第一步 通常我會教一些客人 就是你首先去想一下 你是想著是 到底是火化 還是土壯的 跟著就隨著那個位置 就想一下其他需要的費用 譬如開月壁 開地 石碑 各樣東西 那搞定這些是永久 你將來會用的 這個地方 無論是骨灰 或者是 無論是骨灰 或者是那個月位都好 之後就去到下半場了 下半場就是那個預知那個殯儀 殯儀就是當死亡發生了之後 我們接圍體 之後你怎樣安排你那一天的 那個人生的最後一程的紀念的喪禮 有些人會很簡單 有些人會很隆重 每個人要求的意願都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預先安排的時候 你可以跟隨你自己的意願 去定劃整個計劃 兩個半場做完了之後 就很輕鬆了 有些客人就說我可不可以做上半場先 是不可以 有些客人就喜歡上半場和下半場一起做完之後 就退休去旅行 都有 但主要是看你自己本身的經濟狀況 或者他有需要的 那好了 這個slide是我很想今天share給你們的 那到底你說預知是有些什麼好處 你拿了些錢又去哪裡呢 我今年只是六十幾歲 是不是剛剛退休 那你剛才告訴我 有八十幾歲的一個人 那我二十幾年的錢去了哪裡呢 首先我們看一下左手邊 在務員方面 除了地和骨灰位之外 所有你預置的產品和服務費 都是擺留一個信託基金 那這個是根據安省一個務員和殯儀的法例 是全部的務員都要遵守這個法例的 那而在殯儀都一樣 譬如你殯儀也是 如果我預先安排了我將來的殯儀 是想著怎樣做法的 那但我有時間都未過世的 那些錢也都會將它擺在一個信託基金 或者在一個保險基金裡面的 那基本上就是在存錢 在存錢的意思呢 就是在存有利息 那利息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譬如你今年是六十五歲退休了 你八十五歲才過世 總共有二十年 當你有一天八年歸老的時候 你需要用那塊錢 就拿出來 就在一個信託基金 那我們就會比較起 你當年你六十五歲的時候 你的本金加了二十年的利息 是多少錢 再比較一下到時在八十五歲那時候 你所買的產品和服務 譬如你棺木那樣東西 是增長到什麼價錢 如果你的本金加利息是多過市場價 我們退回多餘的錢 給回家人 那就是基本上是你的家人 受益的 有多的給回你 那你說不是的 如果你放在基金裡是有上有落的 如果市場做得不好 那就是虧了 虧了我不想八十五歲再給回錢 但是法律告訴我們 如果你沒有足夠 即是錢是不足夠 蓋著市場價錢的時候 我們是務員和殯儀 就是蓋回那個數 那變相說 如果你做了預置 你有多餘的錢 到八年歸老那天 是退回給你的家人 如果不夠的時候 務員和殯儀公司是會蓋回那個數 那變相來講 今天的價值 你購買的時候是保值了的 那對於後人來講 都是一個比較安心 也不需要那麼多負擔 那我們再看一看 到底這樣做法有什麼好處 首先你是有很長的時間 去安排 去做一個決定 或者跟家人一起去商量 心平起和 可以慢慢選 還有對於家人將來 是不會是一個負擔 我們做父母的 不想給任何負擔 給我們的孩子 或者他到時 你孩子也有兒有女 那我不想到時 我個身我沒有做任何的預置 他們要到時一次性 一次性就要埋了那個單 譬如務員 又或者殯儀方面 對他們來講 會是一個負擔來的 那除了精神上面的負擔 還要加上這個金錢上的負擔 我們做父母都不想這樣 由於我們都知道 每年是會加價 我們更加會警惕 我們可能會做這件事 那你主要另外預置的好處 就是你會滿足到自己個人的遺願 譬如我是想著不會火化的了 我是想著土葬的 那你變成你去預先安排的時候 跟子女談了 一起去選擇的時候 你是滿足了你自己的意願 還有最後一點 我想強調的就是 很多中國人都喜歡去建立自己的所謂的家族月位 我之前遇過很多客人都是這樣 他們是有自己的牌坊 有自己的last name 在他的牌坊上 因為他想將來 就算離開了這個地上 他都能夠和他的家人都在同一塊地上 那這個呢 只是預先安排才能夠做到的 如果大家都是想著到時 當死亡發生我先去準備的時候 那就慢慢 你是一分 我是一分 大家走一下走一下就會走散了的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家庭聯繫感情的 一個很好的element 那就 好了 看一下火化和土葬有些什麼不同 那在這個chart你會看到 好 火化你看到手指動高 那價錢就是說 怎麼改呢 那價錢來說 一般來說 是比土葬是平易很多的 需要的地方不是那麼多 那 那他的方便就是 他可以儲存 他可以就是不需要 立刻去落土啊 落葬啊 或者是上骨灰位 他可以留回日後等齊人 又或者去到某個地方 我舉個例子就是 譬如家人呢 就在馬來西亞這樣 他火化完呢 就要帶回骨灰去馬來西亞 那如果是帶回骨灰回馬來西亞呢 是經濟很多的 因為骨灰燒完之後 你都要坐飛機回去 hand carry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還有時間是可以自己伸縮 那但是土葬就不可以了 你就不可以說整個 帶回去 你可以坐飛機 要立刻做的 但是土葬有好處呢 就是能夠進入到 華人那個習俗 叫做入土為安 我們大家想著說 入土為安舒舒服服 那自己有自己的牌坊 那以後的後人過來呢 就探訪的時候呢 就方便一些各樣東西 是的 那兩樣都有 有好處 有有弊點 那就是 那主要是看回家人是怎樣去選擇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溝通 就是跟自己的子女各樣東西 那好了 最後一個就是 加拿大 我很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 你留在加拿大 你 譬如買個位 或者買個骨灰位 什麼都好 那你的特性是怎樣呢 我們其實叫買個位 或者買個骨灰位 其實 冷清一點來說就叫買個位 在法律上來說 或者是 問雅一點來說 我們會叫做 買一個叫鏈狀權 因為你將來是要鏈狀的 你和無緣公司 其實是買那個權 去用那個地 或者那個位 那你要記住 你買了這個位 就永久了 永久的意思就是說 嗯 將來就算八年歸老 用了那個地 或者怎樣 你不會有機會被人拿出來 會有機會執骨 我相信執骨這個名稱 大家都聽過了 加拿大的法例 是沒有保障這件事的 不是那麼容易是可以拿出來 除非你有家人 是要求 是帶回 就是拿回個位體上來的 但是這些是個法律的程序 通常 一切全部都是永久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說加拿大公民 就可以用 非加拿大公民 或者是在外國的 可以不可以呢 都可以 我有一些人問我 我還沒拿先卡 我還沒拿一個公民卡 可以不可以嗎 我還沒有PR 沒問題的 你不需要是任何PR 或者是 是另一個國家的 你都可以移民過來 只要是過了生之後 是有家人或者有朋友這樣 是帶到你的圍體 或者是帶到你的軍隊過來 而在多仁多 你是有餘位的 是有權利享用 最後就是 買了個位之後 將來就算用了 怎樣也好 是不需要交任何管理費 因為安省法律規定 就是你買那個位之前 就已經包了那個管理費 這個管理費是永久的 那就再比較一下 在中國方面 我知道是每20年 可能又會改革一次那個位 可能又要起骨 那樣東西 或者你的地要做 commercial purpose 又或者是 每年又要交個管理費 那你給 變成是對那個後代來說 是一個負擔來的 但是加拿大 我們就可以享用 這麼好的權益 其實是挺好的 那我剛剛分享了一些 無緣方面的資料 那以下的時間 我教給Kim 可以和你安排 就是分享一下一些 殯儀上面的知識 大家好 我是董劍青 是愛因無緣的fail director 那有時候 家人打電話 進來我們的殯儀官說 我們有家人離世了 需要殯儀服務 那通常我們呢 都會問一些簡單的問題 其中一條問題 我們問現在死者的遺體在哪裡呢 如果在大多市過身 在醫院 老人院 Hospital 或者家人過身 我們沒有問題 我們立刻派人去領取遺體 有些情況 那家人說 現在我的家人是旅遊的時候發生事的 在海外的 那我們要搞清楚 究竟現在過身的家人 有沒有買到旅遊保險 有旅遊保險 有旅遊保險 和沒有旅遊保險 很大的分別 有旅遊保險的話 我們會立刻通知我們的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會聯絡當地的殯儀館 照著當地政府的條例 將死者的遺體 空運回來加拿大 還有這間旅遊保險公司 都會出一張機票 給一個家人 飛去當地 陪伴那個亡者 一起和一班機票 飛來多倫多 那我們公司 就會去到機場接機 去領取遺體 但是如果沒有買旅遊保險 那家人會自己親自做完 所有這些安排的程序 要自己打電話 用當地的警方、法醫官、殯儀館聯絡 要自己透過這些程序 付錢、出錢 將整個遺體運回來多倫多 那家人選擇用那間殯儀館 一樣都會去到機場去接送遺體 有些家人說 我們這個信用卡 都是收穫挺高的 那信用卡背後 好像都說到 是包含旅遊保險的 沒錯 我們知道 有些比較高檔的信用卡 他們說到有旅遊保險 但是大家留心看 它的意思是 它是掩蓋那個費用 即是那個旅遊保險出事的時候 它給回家人那個運費 但是整個程序 由接觸當地法醫官、警方、殯儀館 家人自己要做那個程序 自己要銀河包給錢 給錢 將來你將這些單 交給信用卡公司 所以那些信用卡公司 才會給你錢 所以要留心 這個條例的旅遊保險 信用卡是什麼意思 看看另一張下面的項目 就是 當我們請家人進來 見局長 安排日期儀式 做那個殯儀的程序 我們都會叫家人 其中簽名 申請死亡登記 叫Statement of Death 有哪些人是合法有資格 在Statement of Death Farm 15 就是死亡登記上面簽名呢 其實這個名單 吳律師上星期 略錄都說過 如果家人是有 死者是有遺囑的話 第一 遺囑執行人 有優先次序 然後配偶 接著就是18歲以上的子女 父母 女婿 孫 兄弟姊妹 我們搞清楚 這個程序 我們才被一個有合法資格 簽名申請 那個死亡登記 有些情況 家人就快過世 很多時候家人打電話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呢 現在我們在這個情況 我都問一下 家人敢在家 還是在那些善終處理中心 或者是老人院 醫院 我們一樣循例 都問一下 家人有沒有那個遺囑 誰是執行人 誰是至近的親屬 我都提到家人 當不幸的時間發生的時候 請戴上個身家人的 那個公卡 或者公卡號碼 護照 入籍卡 我們要跟著那些護照 上面出生日期 是做登記死亡用的 我們都會說 如果你是有預購 或帶來以前預購 無論是沒有完 殯儀的合同進來 我們一起核對下 還有有時間 進去死者 或者是就快過世的家人的衣櫃 那裡 找一套穿上身入臉的衣服 我們都會提醒他 人走了那一刻 打來我們公司的熱線電話 是24小時 就算半夜三間過世 我們都會派人去領取遺體 有時請大家留意 如果是在家裡過世的時候 通常法醫官要來到 宣稱死亡 簽了一個叫16號文件的 medical 我們殯儀館 先可以去搬送遺體 如果大家在家裡過世的時候 大家留意這個程序 以下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視像 邀請大家所有的朋友 去探訪一下我們愛因無緣 好 那大家可以等一等 因為他們在安排一個影片 在這個COVID疫情期間 其實這個影片真的幫到 Nody和Kim做了很多事情 可以帶大家去看一下 究竟霧員方面有些情況 看看霧地的情況 是可以估計的 可以估計的 是的 我會想和 onto 或許Nody在做這個影片 run 我們看完影片後再問問題 可以 這是我們旗下的其中一個叫做愛因舞園 它是在東南國 郊外 郊外 這個舞園差不多已經是四十多年的歷史 因為它是一九七九成立的 在舞園裏面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族裔 不同的宗教和家人群眾 這個舞園也可以說是一個一站式的公路 除了有墓地也有室外骨的位置 室外骨的位置 和小姐的一間地點 和小姐的一間地點 室外骨的位置 和小姐的一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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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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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